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要吃的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料理 我相信很多人,大部分人应该都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吧 这个是一个叫做raclette,我不知道发音对不对 因为我这个应该算是德式发音吧 但是这个其实是来自瑞士的 对,这是一个瑞士的非常传统的一个料理吧 是一个芝士土豆料理,瑞士名就叫raclette 然后这个我们先尝尝 我再给大家慢慢解说好吧 还要喝一个一点点冰淇淋土豆 你们知道这个是里头都放了什么吧 哇,这个锡杆为什么自动 太好喝了 我超级喜欢吃这个 对不起,我最近有点结巴 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最近就是结巴 好 好好吃啊 好好吃啊 下面有点脆掉了 这个我小时候经常吃的 真的很好吃,突然我想自来,我以前经常吃 但是其实这个reclette做法,我们以前不是这样吃的 我们家真正的reclette做法是,然后会准备一些小茬儿 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茬儿 然后你就可以往上面放蔬菜呀,放什么啦 但是大部分就是放土豆,然后再放上一层这个芝士 对,然后就放进去,就像烤箱一样的东西 然后就可以拿出来,有点像烧烤,就像烤箱的 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就是跟家人一起吃嘛 每个人自己茬儿放什么都可以的 然后有肉啊,有什么的 但是我们把那个机器搞丢了,所以我只能用这个了 然后我已经感受到,这个弹幕肯定很多人都会说 这个难道不腻吗,吃这个难道 这个可能吃不惯,肯定会接受不了啊 但是不腻的 这个奶酪味道蛮淡的 嗯,这土豆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土豆,这是芝士 哇,这个发型 我跟大家说,我以后再也不会搞这个发型了 因为我自己不是特别喜欢 因为第一,这个刘海好难受哦 觉得会很,很多痘会长出来 我感受感觉 然后就是,我的整个身体 我的整个这个皮肤被遮住了 就是无法呼吸,就有点不舒服 不过拉脂我觉得还好诶 门也看不出来 对不起 没关系 因为你自己的一个可以帮你 所以不知道他在就是 这么说的,我当时没关系 他已经在推出了 是有一个人一个沙盘的 дело,就是我感觉 所以我能够吃一下 好好的,你怎么能不用 我在国内吃的很多这种芝士料理 很多芝士都是甜的 也蛮神奇的 非常好吃 日本也是 我还蛮喜欢甜芝士的 不过我好像更喜欢吃咸的 这就是咸的 大家喜欢吃咸的芝士还是甜的芝士 大家记得多说的弹幕 我真的上上期那个弹幕特别多 我看的特别开心 我还看了五六遍 所以一直看我这个狗 狗啃 刘海也是有点难受 不过 so good 哇奶盖我也超喜欢 我超喜欢奶盖 这个冰激凌红茶 加奶盖也非常好 你看这个颜色跟我T恤被配对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 看起来越来越娘了 就是我还弄了一个这样的别针 但是我其实我很喜欢这种别针 我买了好多 因为我觉得特别动漫 特别二次元 我以前就特别喜欢 但是以前我就觉得太少女心了 我不好意思带这种别针 但是现在我已经放飞自我了 各位 然后我就买了好多 然后我真的很喜欢 你们知道就是很多动漫里头 什么青鹰少女啊里头的 然后还有我给你们看 大家知道它吗 好吧 他这个人不会也有个这个东西吗 回到话题 我就觉得很酷 其实我就是中二病 芝士特别顶饱真的 土豆也特别特别顶饱 这两个加起来吃着 别看那么点儿 但是很顶饱的 这个的话我是在淘宝上买的 但要是大家想尝一尝的话 但是可能很多人不会 我不知道你们喜欢不喜欢吃 所以我就不推荐了 你们就可以搜个clette 就可以搜到了 你先买回来打开 你会闻到一股臭脚丫的味道 但是你烤完了以后 你煎完了以后 还是干嘛料理完了 加热完以后就不会有那种味道 然后吃起来也不会有那种味道 一种clette的味道 没错 我不知道怎么描述这种味道 突然想起来一个诗 我现在对这种 我现在我其实一直都是一个诗级百见 真的 后来给你们背一个诗 春眠不洗脚 处处闻臭脚 夜来大狗熊 谁也跑不了 我其实超级喜欢手办的 但是买来好没用 所以我都基本上不买 但是的确会有一些 也不是一些就蛮多 这日本扛回来的 我之前一直很心动 我们这个变成撩波了 我知道这不是吃波了 之前我一直都特别心动 想买一个小丑的 那个DC里头的小丑的那个手办 但是我不知道哪儿可以买到正版的 所以就怕买到盗版的 毕竟这个还是蛮多的 真的我太喜欢小丑了 真的完全是我的男神好吗 我没有 但是 我看完了蝙蝠侠以后 真的就有点中毒了 对小丑 然后看了很多漫画 然后看了很多解读什么的 他太帅了 好吧 我的兴趣爱好 真的有点 有点男生 我知道 你们的这个浪黑 还是在的 想想 我天天在家里 就是我的兴趣爱好 就是挺男生的 我觉得有时候 我以前老师踢足球 跟很多男生一起踢足球 然后还很喜欢摄影 就是很喜欢那种器材 你知道吗 就是相机啊 乱七八糟 这个我不是说 只有男生喜欢玩 我觉得也有很多女生喜欢 但是就说 大部分的男生会这样玩嘛 还有 还有我很喜欢爬树 我还特别喜欢 现在我特别喜欢DC 不知道为什么 真的蝙蝠侠 而且我特别喜欢打枪 打枪开那种车 特苦 就打真枪 我在泰国 我小时候 就是因为我小时候 是我爸带大的 可能要是跟我妈玩的话 他会给我买那种洋娃娃 然后我爸 然后我爸 我小时候跟我爸玩什么嘛 我肯定讲过的 我玩弹弓 然后或者还有玩那种 那种那种枪 就是那种 会射那种小子弹的那种枪 但现在不让卖了 然后所以我先枪法 怎样好 我跟你说 这怎么会那么好喝 谁发明的 给我出来 让我给你 让我吹爆一下你 好了 今天就 谢谢大家观看 这是时候喜欢 喜欢的话 做评论 多刷弹幕 也可以多看几遍这个视频 虽然好像没什么好看的 不过希望大家喜欢 拜拜